牛渣糖大概125 这个也是110这样子 将透明的麦芽糖用慢火煮到110度 可以看到锅子里的麦芽糖露出一颗颗透明大泡泡 接着再加上蛋白霜与奶粉 搅拌均匀后就成为牛渣糖的内馅原料 这里是下层社区发展协会举办的烘焙班课程 吸引非常多李明报名参加 我很喜欢自己做烘焙 然后来这边学了以后也觉得还蛮实用的 所以我来了好几轮 有面包啦 点心啦 还有地方小点 譬如说那个烏龟粥啦 先麦芽细沙下去煮 煮到一个程度嘛 再放那个蛋白霜 要蛋白霜要打花 再打花加进去那个麦芽 再加牛奶奶粉 老师将刚做好的新鲜牛渣糖 一刀一刀整齐的切成长方形 并将成品整齐摆放在烤盘中 另一边的学员也将馅料夹进苏打饼干 随机成为香酥可口的牛嘎饼 而下层李明也准备将这些技术全部学起来 打算用来送礼或贩卖 除了自己可以享受以外 享受美食还可以分享亲友 而且可以联络感情 譬如说逢年过节啊 做些小点心啊 去馈赠亲友他们都很开心 牛嘎饼以往快过年的时候是最风行的 牛嘎饼拿饼干这些 牛嘎饼干这些 那今年过年快到了 以往老师是说 每年快到过年的时候都 太多的订单 下层社区的烘培班 课程内容丰富多元 老师不仅会做牛嘎糖 还会使用许多当令食材 做成手工面包等各式糕点 高超的厨艺技巧 忘心引许多居民前来报名 也让下层社区的烘培班 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 记者王正欣采访报导